我刚刚做好一份开发计划书,这里面包含着非常重要的资料。 基于安全性考虑,我希望其他人不能随便的来更改这份文件。 那么我们就可以做文件安全性的设置。 应该如何操作呢? 在保存的时候,我们看到右边这个工具按钮。 点击它,看到一个安全措施选项。 在文档的安全性上,我们可以设置打开权限密码,或者修改权限密码。 如果我不知道这个打开权限密码,那么这份文档我根本就看不到。 即使我知道打开权限密码,但不知道修改权限密码的话,我不能对此文档做任何的修改。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设置。 在高级选项中,我们还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加密类型,即密码长度。 密码长度越高,安全性就越高。 现在我们点击确定。 我们需要再输入一遍密码,确认一下。 现在我们再次打开。 系统提示我,要输入打开权限密码。 假如我随便输入一些,提示我密码不正确,握着将无法打开文档。 确实加强了一个安全措施的防范。 假如我现在知道打开权限密码,修改密码不知道,随便输一些。 会告诉我密码不正确,那么我只能以只读的方式打开。 只读的方式意味着我只能对这个文件看。 但是我如果想做任何的修改,或保存的话,我们会看到,Word提示我们此文件为只读,不能做任何的更改。 那么,只有在我点选输入打开权限密码,并输入修改权限密码的时候,文件才可以正确地打开并做修正。 这是Word在文档安全性的一个防范。